大家好,我是一样 现在人大部分时间都坐着 气血中的杂志慢慢地沉淀到骨盆里 而保护着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的骨盆 就成了接纳垃圾、肺肤的容器 久而久之,静脉不通、气血不运行 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蝴蝶式 经常做这动作,对于女人调节内分泌 男人保养前列腺有很好的效果 这个动作的运动量不算大 却是恰到好处地运动到了最难锻炼的部位 宽布 动作要领时采用坐姿 如果想舒服一些 屁股下方也可以垫一块薄薄的毯子 接着去腿,脚掌掌心相对 脚跟往回应部靠 两手抓住两脚的脚尖部分 两腿膝盖尽量靠近地面 因为每个人的容忍性不同 两膝盖能压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 背部尽量挺直 两腿有节奏的上下震动 就像是蝴蝶山洞翅膀一样 前列腺炎是男性的常见问题 大概有50%的男性朋友 都有过这个问题 而司机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 这个动作通过双腿的频繁运动 能够打通腿上的经络 使气血像扫帚一样 把身体上的卫生死角给清除干净 能够增加骨盆和盆腔的供血量 修进血液循环 刚练习这个动作 宽部会很紧 而蝴蝶式是一个打开宽部的提示 在紧绷的状态下 容易造成大腿内部的肌肉拉伤 所以一开始不要幅度过大 可以慢慢来 注意双脚不要离开地面 脊柱挺直 胸腔打开 干出宽部的肌肉运动 之前我们说过 久坐容易造成前列腺炎 司机和久坐组 长时间固定于座位上 精神高度集中 无法进行放松活动 这种固定姿势 除了引起颈 腰部肌肉酸痛以外 也会长时间压迫尿路 影响尿路的循环 经常练习蝴蝶式 能够调节内分泌功能 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 特别适合久坐的人 男人女人都可以练习 女人调节内分泌 男人保养前列腺 数量可以由自身的情况决定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